这起血案与一起早恋有关 咱们马上开始 今年37岁的柳少勤 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偏僻小镇 为了从大山深处走出去 他从小念书就十分用功 并且以优异的中考成绩 考入了县城的一所重点中学 可是高三那年的 班里来了一个叫郑建军的复读生 由于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 于是两个人就渐渐的产生了感情 因此这学习变成了早恋的幌子 从此二人的学习成绩就不断的下滑 有多次的被老师批评之后的 高考无望的他们 干脆的就辍学了 一块带郑建军的一个做建材生意的亲戚那里帮工 两年之后二人结婚了 22岁那年的 柳少勤又生下了女儿田田 又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 经过多年的打拼 夫妻二人总算是在城里边站稳了脚 买了一套宽敞的花园洋房 过上了令人羡慕的日子 不过尽管如此 柳少勤一直为没有能考上大学而遗憾 总觉得要不是当年早恋无心学习 自己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每天都要七到贪黑了 因为自己的前车之鉴 柳少勤呢对自己女儿从小就看得特别紧 几乎不让男孩靠近女儿 田田五岁时 一天晚上的柳少勤正在院子里给女儿洗澡呢 两个邻居家的男孩跑过来 围在洗澡的田田身边说笑着 其中一个男孩为了逗田田笑 还用手去挠他的夜窝 就在这时 为女儿换水出来的柳少勤 见着重要怒不合 便端起一大盆洗澡水 朝着小男孩就泼了过去 小男孩成了落汤机 可是柳少勤还是觉得不解气啊 找到小男孩的父母大闹了一场 这才罢休 女儿一天天的长大了 柳少勤也越来越紧张了 2007年9月3日 是郑田田15岁的生日 她原以为爸爸妈妈会像其他同学父母一样 比如邀请班里的男女同学到酒店 或者是家里为自己庆祝生日 可哪日啊 这妈妈仍然像往常一样盯住她 晚上要早点回家 还起过啊 到了晚上的 妈妈谁没有邀请 除了一个生日蛋糕之外 还送了两套学习资料给她 我们田田长大了 应该更加努力学习了 当生日蜡烛催灭时啊 这柳少勤 有语重心长的对女儿说 田田 你知道这个生日有多特别吗 作为女生啊 15岁就意味着你长成大闺女了 既然女儿有些疑惑 她就摸着女儿的头 继续说 那女儿啊 既然成大闺女了 妈妈就给你提两个要求啊 第一 从今天开始 自己能做的事情 你就自己做 第二 从今往后的 跟班里的同学在一起 无论是学习还是玩 都要记得男女有别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男生 碰你的身体 2009年9月 郑田田不负母亲所望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一所重点高中 柳少勤感到自己的教育 是很成功的 从此 她让丈夫一个人打理生意 自己呢 则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 都放在女儿身上 作为过来人 她觉得 女儿真正的危险期要到了 2010年的暑假 柳少勤就发现 这女儿出现了不好的苗头了 曾经不修边缝的女儿啊 已经开始整天的 在镜子里边照来照去 还经常的找借口出去 柳少勤 您多次探视女儿 是否在早恋呢 女儿要么含糊其词 要么大发脾气 反正就是不承认 有这回事 可是呢 在一次期中考试 田田的年级排名 一下子掉了好几十名 就在柳少勤拿着女儿的试卷器的浑身发抖的时候 女儿的手机 却响起了短信提示音 她立刻的冲进卧室 终于的在女儿的枕头下 找到了短信罪证 田田 你想我没有啊 我好想你 哎呀我去 难怪成绩下滑呢 原来 这就是你天天在学校干的好事啊 你给我说 她是谁 我要剥了她的皮 柳少勤把手机摔在地上 狠狠的给了女儿一巴掌 最短信的事发生了 她感觉 天塌了 而这一记耳光 让自幼听话的田田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她就变得执拗起来 问啥都不开口 也不搭理柳少勤 次日的晚上 柳少勤站在窗前等女儿 可迟迟不见女儿回来 她内心就充满后悔与焦虑了 十一点了 仍然不见女孩 她便寻着女儿回下的路线 一路的去找过去 出了小区不远的 哎 她远远的就看到了女儿 正坐在长椅上发呆呢 旁边则是一个男生 天哪 柳少勤惊得目瞪口呆呀 冲上去狠狠的 就扇了那个男生接耳光 拖着女儿 就往家走 面对执拗而沉默的女儿 柳少勤一时没了主意 母女俩就对坐在 客厅的沙发上 就像是两座冰雕似的 一动不动 妈妈的耳光 对田田已经没有力量了 但是面对妈妈 喷有而出的泪水 善良的女儿还是心软了 并且交代了早恋的来龙去脉 半年前的 这班里来了一个名叫 贵小波的插班生 由于该男生曾经错过学 有些跟不上 班主任就让郑田田 等几个成绩优秀的学生 帮助贵小波来补习功课 就在帮助贵小波补习语文的过程之中的 郑田田得知她是个不幸的男孩 父母离异 而妈妈也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另组家庭 而爸爸虽然在广东一家大企业做高管吧 但是除了给她优越的物质生活之外的 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关心她 她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孤儿一样 贵小波的身世 令郑田田十分同情 她就经常的在别的同学玩闹的时候 极尽所能的在学习上帮助她 而从小缺少关爱的贵小波呢 对她也是充满着感激 每次你给我讲题的时候 我都在偷偷的看着你的侧影 我无法自拔 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 我决定了 我要辍学 一天的 贵小波悄悄的将这一张便条 放到了田田的书包里 田田把那张纸条捂在胸口 这心怦怦乱跳啊 来不及多想 她花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的在一家网吧 将贵小波找了回来 两个人就商定要好好的学习 一起考一所理想的大学 虽然贵小波会时不时的 给田田买件小礼物啊 或者发发短信吧 但是在田田的鼓励之下的 她比以前要用功多了 天哪 妈妈这些年来 劳心费神 换来的就是你这样的回报吗 女儿坦白之后 刘少琴感到绝望 她开始一头撞墙 哎呦 见妈妈如此痛心疾首 郑田田给吓坏了 连忙紧紧的拉住了妈妈认错 并且保证不再与贵小波来往了 贱女儿悔悟了 刘少琴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你真理解妈妈这份苦心的话 那明天就跟她做个了断吧 必须是彻彻底底的分开 好的妈妈 我一定听你的 只要妈妈不再撞墙 我什么都答应妈妈 第二天晚上 郑田田刚回家呢 刘少琴就拉着女儿追问分手的事 可没想到女儿上来又哭了 妈妈 我说了 可是她一路跟着我求到了楼下 说我要是一定跟她分手的话 她就去自杀 妈妈 我觉得这太突然了 会伤害她的 刘少琴则安慰女儿 女儿 看你单纯的 她不过是随便说说 看就把你吓成这样 你想 她能自杀吗 为了让女儿跟贵小波彻底的分开 她决定每天去接送女儿 免得那小子继续的在路上纠缠女儿 于是从第二天起 刘少琴就开始风雨无阻的去接送女儿 哎 闹心呢 原本好好的 可哪知啊 这班里突然冒出一个叫贵小波的插班生 天天沉着她不放 不接送哪行啊 这陈婆婆听后称啊 她也认识贵小波 贵小波曾经跟自己的孙子是同伴 调皮的很呢 上初中时就因为打架被开除过 这次重返学校 是她老爸跪在校长门口 磕头求校长 这才勉强的弄了一个旁听声的资格 哎呦 这一起一话 让已经如临大敌的刘少琴更是草木皆兵 当天下午的他们向女儿要了贵小波的电话 约对方到学校外边去谈一谈 一见面 刘少琴就忍不住的训斥道 你就是贵小波是吧 学习成绩不好是吧 就凭你这条件 你也够资格追我们家田田吗 见贵小波愣愣的站在那 他决定强硬到底 你给我好好听着 今天我正式警告你 从今往后的 不许你靠近我家田田半步 刘少琴就这样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通 贵小波稍微回过神来之后 又苦苦的去哀求道 阿姨 请相信 我对田田是真心的 请您不要把我们硬生生的分开好吗 只要您答应我 那么我和田田就暂时的先不联系了 等毕业之后 可刘少琴还没容她说完话 你给我住嘴 别说等到毕业了 你就是等到白了头 我也不会让田田跟你在一起的 你就醒醒吧 别做梦了 接着 为了让贵小波认清自己有多重 刘少琴又补充道 除非 你有本事 考上个清华北大 否则 门都没有 阿姨 我求您不要逼我 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田田的 可刘少琴 早就扬长而去 阿姨 我求您不要逼我 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田田的 可刘少琴 早就扬长而去 为了彻底将贵小波赶出女儿的事件 刘少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随后他又找到学校 将贵小波缠女儿的事情跟班主任说了 班主任也是非常焦急啊 当机的便把贵小波叫去 一同批评后 又提醒他说 小波 你别忘了 你这上学的机会 是你爸爸怎样求校长才求来的 我劝你赶紧悬崖勒马 要是人家家长闹到校长那儿 等待你的 还是开除 贵小波就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 可是内心 却早就火冒三丈了 贵小波没有把手 他一跳楼撞车强约郑甜甜 尽管跟妈妈反复表明了分手的决心吧 但是面对贵小波的痴情 同时也担心他真的出了点什么意外 郑甜甜最终还是心软了 一天夜里 柳少琴没有按时接到女儿 当他在学校外的花园旁边 找到跟贵小波在一起的女儿时 冲上去 狠狠的又扇了贵小波两截耳光 拉着女儿就走 小时 他对女儿看管的是更严了 每天几乎是全程陪同 就连周末也不准女儿单独出门 不过 这女儿在学校期间的 她毕竟是没有办法监控 便悄悄的 请女儿的两个同学吃了饭 请他们做自己的眼线 一旦发现问题 立刻的要报告她 为了让女儿无暇他顾 柳少琴就把她每天的学习都安排的满满的 2011年暑假 高三前期 学习任务已经很重了 柳少琴还是给女儿报了绘画培训班 尽管戒备森严 可桂小波却没有死心 仍然是想方设法的跟踪郑甜甜 8月7日中午 桂小波顶着酷鼠守候在女友的楼下 午饭后的郑甜甜果然背着花瓣出来了 她大气过旺 立刻跑上去 拉着郑甜甜就跑出巷子 甜甜陪我吃一顿饭好吗 我想通了 既然我爱你 那么我就要让你过得好 不能影响你的学习 我决定了 遵循你妈妈的意见 今后不再打扰你了 面对这个不是要求的要求 郑甜甜当机的就答应了 可是没曾想的 这顿饭 却让桂小波越吃 越不认分手了 因为啊 以她的成绩 一旦分手 大约就是永远的分手了 反后的 桂小波把郑甜甜送到绘画培训班之后的 自己又返回了郑家 她要找柳少琴谈判 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当日 柳少琴去参加一个亲戚的生日聚会 又被大家拉着 打了一会儿牌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才回家 而此间的 桂小波上楼 发现没人在家 便在楼下的花台边等 当她尾随着柳少琴进到家里时 柳少琴吓得差点要叫了起来 阿姨 你别误会啊 我是真心喜欢甜甜的 请您不要反对我和她交往好不好 我发誓 我不会影响她学习的 还有啊 我也会努力学习 争取 哎呀哈 居然上门来纠缠 柳少琴怒发冲冠 行了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甜甜带恋爱啊 你能给她什么幸福和未来啊 你还要不要脸了 柳少琴一边吼 一边将桂小波往外这么推 她强硬的态度 终于是激怒了桂小波 阿姨 你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好 反正我们在一起定了 为了彻底击垮 柳少琴 她随即就瞎编道 不瞒您说的 我和甜甜已经在一起了 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 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 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你这王八蛋 柳少琴文言已经失去理智了 我女儿还不到19岁呢 你这个流氓 我要告你强奸 她随即就拿起电话要报警 情急之下 桂小波就上前抓住电话 试图阻止 柳少琴则用力的摘住她的衣帘 两人随即的又撕扯起来 桂小波被勒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便随手又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威胁道 阿姨 你要是敢报警的话就别想活了 你这小毛孩子你 你以为你拿把刀就能吓住我是吧 今天不把你送到官局 我就不姓柳 好吗 柳少琴不但没有畏惧 反而猛扑过来 一把将水果刀给夺走了 接着他们就一起开始争夺刀了 因为桂小波抓的是刀刃一端 由此这右手便被划得鲜血直流 鲜红的血 顿时的令桂小波就失去了理智 最终他用力的夺过尖刀 并且朝着柳少琴一阵乱刺 见柳少琴倒在血泊中 桂小波终于停了下来 稍微的清醒之后的 他又找来封口交 把柳少琴的手脚又捆绑在一块 拖到卧室的衣柜里边塞了进去 并且将死者身上的项链 耳环又取下 此时啊 他还想最后见郑田田一面 于是便跑到楼顶上躲了起来 过了不久之后的 魏小波就听到郑田田回来开门的声音 他迅速跑过来 一把将郑田田推进屋里 在屋里到处是血迹 郑田田尖叫起来 我妈呢 我妈妈在哪里啊 你把她怎么样了 魏小波骗她说 这血呀 是我手上伤口流出来的 为我们的事 你妈给我吵 被我用木棍打晕了 正在特时 郑田田的舅妈和表妹也闯了进来 因为他们打柳少琴的电话 一直没有人接 因为担心这才赶了过来 于是呢 他们就寻着客厅到卧室的血迹 很快 他们就在衣柜里 发现了柳少琴的尸体 并且 报了警 就在郑田田的舅妈和表妹 冲进卧室的时候 魏小波就扔下 已经吓晕了的郑田田 又抓起桌上的钱夹 躲闷而逃 接到报警之后 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 立刻成立专案组 为了防止罪犯 嫌疑人逃离长寿 于是警方当机的 对各个路口设卡 布控 8月8日下午6点 桂小波到一个朋友家里 去寻求帮助时 被警方抓获 事后呢 桂小波也是十分后悔的交代说 我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阿姨的 我没有想到 她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我和郑田田的 只有拉过手 或亲过稳的 我真的没有想杀死她的 我当时只是太怕她报警 报警之后的 我想啊 我就会读不成书了 这学校已经开学半个月了 可是郑田田呢 她却没有返校念书 一场早恋 让母亲丢掉了性命 深深的自责 让她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 以泪洗面 不愿跟任何人接触 啊 那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确实的 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啊 而道成这个悲剧的凶手 看起来是女儿的男友 桂小波是吧 那其实 作为母亲的柳少琴 又何尝没有责任呢 说到这儿啊 想起一个 这心理学上有一个叫 有一个重要的原理 嗯 叫自我实现预言 也叫自证预言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 这预测本身 恰恰却可以促成 被预测事件的发生 这样说可能有许多听众不明白 那就是 如果不曾被预测过 这样的事件 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他用他用咱们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 就是啊 心想事成嘛 还有一句就是 越怕什么 越来什么 那就像 不安装的母亲是因为自己早恋 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于是便对女儿的早恋 过分的去担心 所以啊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呃 他已经先对女儿的未来有了一个糟糕的预测了 那有了这个预测 他自然的就对女儿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为了防止担心的事情发生吧 他不仅是放弃了自己的生意 对女儿是全天候的盯人 还亲自出面找到学校 并且多次当面警告和羞辱女儿的男友 这些过激的做法啊 不仅是破坏了他与女儿的亲子关系吧 还计划了他和贵小波的矛盾 终于的 让这场本可以自生自灭的恋情 变成了一场悲剧 这就是15岁的孩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那开始对异性感兴趣 那是很自然不过的事 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嘛 而且恰恰的在此时啊 有些家长就担心孩子的学业 每一个家长都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 过于的深刻的陷入一场早恋 是吧 那么作为咱们父母又该怎么做呀 首先 是要接纳自己青春期的孩子 对异性感兴趣的事实 咱们大家不妨就对孩子这么说啊 这说明啊 你长大了 我在你这样的年纪 也喜欢过班里的异性的 那这会让孩子愿意对你敞开自己 而不是对你藏着掖着 还有在孩子的内心里 也是不必的为喜欢异性同学 而感到内心的冲突 是有好处的 那咱们把话说了再透彻一点 其实 真正分解孩子经历 影响孩子学习的 它不是对异性同学的喜欢 而是内心的冲突 这种冲突啊 就会让孩子胡思乱想 影响他的注意力和经历 再就是 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告诉孩子 可以对孩子这样说 说咱们的曾经 其实我后来长大成人了 但想想那个同学也没有那么好了 可能是当初只是这个 荷尔蒙在起作用吧 并且我在当时你这个年龄啊 我其实也是怎么也想不到 但以后的日子里 我还会遇到像你爸爸这么好的人 或者像你妈妈这么好的人 如果孩子尤其是女孩啊 但明确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之后的 他呢在很大程度上 也不会在眼下的感情里边 陷得太深了 最后就是 你别忘了送上你对孩子的信任 同时咱们也要相信啊 只要和青春期的孩子 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 经常的去交流啊 怎么的 他们就不会和某一位异性 建立过于深刻的关系了 那他们担心的事啊 也就不会发生 不过这 没有百分之百绝对的事啊 但是这种方法 绝对是比父母先入为主的 去穷追猛打 来的更要靠谱一些 反正就是经常的与孩子平起平坐的 嗯 去交流吧 好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